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的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 不要当第一次就考一百分的人 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大家都歌颂完美 然后歌颂第一名 甚至对于那种就是你一定要赢在起跑前这件事情 非常的重视 但是呢,这世界上的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 一个班上永远都只有一个第一名 然后一个公司里面那个业绩最好的 永远只有那么一千零一个 可是大家都急急急的只想当那个第一名的时候 有谁去理解到那不是第一名的那些人的心态是如何呢 在每个团体里面第一名永远都只有一个 可是大家都很容易去忽略的 那其他maybe只有百分之九十九人 那那些人才是其实多数的 那些多数的人心态其实反而更容易跟更需要被忠视跟照顾到 所以呢,我为什么今天会想要聊 不要当第一次就考一百分的人 其实他某个程度上是你帮自己解脱一个盲点 对于完美主义的人来说他很可能就会钻到那个盲点里面 他如果没有达到他想象的那个标准或是那个最完美的境界的时候 他很可能会出现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他干脆放弃,然后选择不做 就是他要不就一百分,要不就零分 有些人真的是这么的过绝 然后另外一种人呢 他可能就是因为一次的失败 他就身陷在那个挫折之中 久久不能平复 我甚至有听过一些 就是他可能是高学历的人 他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高 但是呢,他比方他是建中毕业 可是他之后 因为他考不上台大 或是他考不到他想要念的那个系 他宁愿选择不去念 就是他次要的 比方他考台大 非台大不读 他如果没有考到他就不念 他选择就放弃 因为他觉得他一定要进台大 那这种心态 其实我觉得 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至于是 这个心态其实有点过度 已经扭曲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解开 自己心理的那个舒服 跟尝试放下自己的那个完美主意 这个是蛮重要的 因为为什么会想要讲 这个什么考一百分不考一百分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呢 这是有别于在学生时期 有所谓的分数这件事情 当你出了社会之后 没有人可以打分数 可是你心里 跟那个你在公司里面 那个竞争 比方是业绩 或是一些 生钱之类的 这些都某个程度上 都是一种 度量狠 你懂吗 他就是在评判你这个人的成就 或是你的能力 太多人都急于想要做出一番事业 然后强求 你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到 完美无瑕 然后无可挑剔 本身这件事就是有点病态 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可能达到完美的 即便是你是再聪明的人 或是你能力再好 都没有可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 所以你抱持的这种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或是做到无可挑剔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难被达成 甚至说不可能被达成 那如果你一直纠结在那个 你一定要做到让人家无话可说 或是做到那个第一名的位置的时候 那很容易就是 你很容易就会选择放弃 或是很容易就会 你从那边就会因为一点点小失误 你就会只在乎那个小失误 而忽略了你到底 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什么 或是你最终那个成就 其实是非常已经非常厉害了 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今天分了四点来跟大家说 聊一下为什么不要当 第一次就考一百分的人 第一点呢 就是关于说 当成功来了 太理所当然了的时候 人们不懂得珍惜线下 所拥有的一切 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的论点呢 因为有些人的第一次 他真的是不一定 他能力当然有一定的技术 可是他很多时候是 天时地利人和 那这样的第一次 你考了第一名之后 如果你的心态永远都是觉得 我就是因为我的能力很好 所以呢 我就是因为我的能力出雷把他醉 所以我考第一名 或是我就是在这个业界里面 得到一个拔得头丑的位置 那如果你抱持这种心态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出现 少年得知大不幸的这种状态 因为很多年轻人 他们可能第一次出事提升 他可能就获得很棒的头衔 或很棒的职缺 那久了之后 他会发现说 我的能力就是可以 qualify这个工作 或是因为我的能力 所以我可以得到这个位置 可是很多时候 真的有时候是运气问题 你的运气刚好比较好 然后说你第一次得了100分 可是你得了那100分 我个人觉得有时候 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很努力的很久 他们才得到那个 他们所谓的成就 或所谓的那个最后面的credit 那那个他才会懂得珍惜 因为你得要花点时间去累积 然后花点时间去 忍耐那个痛苦 然后最后面得到那个东西 会比较甜美 跟比较 你比较懂得珍惜 当你第一次就莫名其妙 你就得到你要的东西的时候 或是你考试 你是没什么念书 你就考了第一名 这种心态 其实很多时候 你可能就会觉得 你有天赋云才 你懂吗 我就是 因为我的天赋太高了 所以让我做这件事情 就是水到取证 可是真的很多时候 你第一次考100分 不代表你往后人生 就考100分 而且你设定了这个门槛之后 你之后面真的 就只能够一直维持 你不能够退步 你一退步 你人生可能可能 就会在那时刻崩裂 所以 第一次考100分的人 我觉得 你可能也要 适时的调整心态 有时候你要说服自己说 除了你当然有相对等的 一点能力之外 很多时候 你是不是要去理解说 是别人的运气比较差 或是是可能 你真的这一次运气比较好 所以你得到这个 你要更懂得珍惜 所以在往后的每一次 你应该要更谨慎的 认真的去 做每一件事情 来维持住你这个头衔 当然你出事提升 就拿到很好的成绩 那它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当然你就要更懂得 珍惜跟 更加倍的努力 那如果你第一次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请向大家不要 第一次就拿到 那个很棒的位置 或是很棒的成绩 那你才有所谓的进步空间 你反而不用 害怕自己 一定要维持在 那个keep在最厉害的 那个位置 那个压力其实是大的 那当然如果你第一次 就不小心 就刚好就拿到 很棒的位置 或很棒的分数的时候 那你就是要更懂得 谦虚或更懂得 努力 来维持住这个位置 就把自己的那个 位置放得很重 然后觉得自己不可以试 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第一次就考第一名 其实 那个续航力 相对于是比较难维持的 就以旧学的学生 来做个比喻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过 中高中大学 通常第一次段考 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 他后续要去keep住 那个第一名的位置 的难度会比较高 因为你第二名 或第三名 你要去抢夺第一名 那个憧憬跟动力 会比较有那个明显的 那个意志力跟坚定 可是你是第一名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是 感觉你第一次 莫名其妙就考第一名 当然你花了对等的努力 可是你要一直维持 在那个第一名的位置的时候 那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再者是你必须要有 对更加倍的那个 憧憬跟坚持 才办法继续的 维持在第一名 因为你已经不是 所谓的不进则退 因为你就是 你没有 你就是没有办法再进了 因为你就是 已经是第一名 所以你只能够 一直维持在那个位置 你有时候你会 就是会有点茫然 觉得说到底 这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 你要为了那个位置 还是你是为了自己 那个东西可能 就是会有点迷失 你会掉入一个 你是为了这个成就 跟那个头衔 在努力 还是你是真心的觉得 这些东西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不管是它是名次 或是这份工作 到底对你来说 你是因为真心喜欢这份工作 你才认真于这件事情上面 还是你只是想要得到那个头衔 得到别人的赞赏 这是有点落差的 所以第一次就考第一名 它那个意志力 跟后面的坚定感 你必须要更加倍 否则你可能被超越的时候 你那个痛苦的感觉 会更加倍的反扑给你 所以我真的不是 很喜欢第一次就考第一名 或是第一次就考一百分 我觉得那个感觉被超越 那种感觉 蛮让人家讨厌的 而且你可能就会 变成一个基准点 而你成为基准点之后 你就会自己给自己设限的 那个设限就是觉得说 我很想很难再超越自己 或是你只能等着被超越 那个感觉是蛮恐怖的 第三点呢 就是我觉得你第一次就 拿到非常好的位置 或拿到一百分的人 他很容易就会骄纵自满 尤其是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如果刚出社会 你就不小心拿到 一个很棒的over 或是你在做一件案子 你就莫名其妙 就拿到一个很棒的成绩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有那种 一朝半日走天下的那种心态 尤其如果你工作几年 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新闲人 或是刚出社会没多久人 他们可能因为一时的 就是可能是机运 或是新人就是有那种新手运 他就是可以在那个timing上面 他做到很棒的成绩 那如果 当然他如果可以继续维持 或是他不停的在 他的穿业领域上面 不停的耕耘 那当然那就是他自己的天赋 跟他的毅力嘛 可是很多人是 他做完一次之后 他可能得到那个成绩之后 他很容易就会自满 而就用那一套逻辑 甚至他用那个东西 开始说嘴 觉得说 哦这个很棒 他就用那个东西 不停的 做为他接下来的 工作之牙的一种方式 跟一个依据的基准 那真的就是不进则退 因为这世界上有太多人 一身才华 他只是欠缺一个机运 他们可能一直以来 都是非常努力 他们只是刚好就是 时运没有到而已 那如果你是一个 刚好天使第一人 和那里拿到一个很盘位之人 如果你又不努力 你选择停滞 或者你变得走了很慢 你终于有一天会被超越的 因为所谓的满分真的不存在 人真没有所谓的一百分 我刚刚讲 用一百分做个举例 其实它只是一个名词 所谓的一百分 就是你永远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是做到一百二十分 一百四十分 因为你总是会被扣分 因为中间有任何杂音 有任何意外 都可能会影响你的表现 所以你永远都只能做到 一百二十分 一百四十分 你才有办法确保 你在最后面打标的时候 你是可以达到一百分的那个位置 而且人生 没有所谓的满分 因为永远都会有问题 永远都会出错 也没有永远最好的选择 只有相对 你在这个现阶段 这个台名下 你做出的选择是 相对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 没有所谓的满分的选择 所以呢 我觉得不用去强求 说你第一次就一定要去 做到一个很棒的选择 举例来说 像工作这件事情 很多新鲜的人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 可能如果陷入一个盲点 觉得我第一份工作 就要找一份自己想做的 我可能这个会做一辈子 这是他人生的志业 他才想要就是投入 全身投入到一份工作去 可是只想 有多少人 第一份工作 可能做不到一两年 甚至三五年 就一定会换 所以呢 真的不用把每一个决定 都一定要做到最满 或是每一个选择 你都一定要觉得他万无一失 你才要全身投入 不管是感情 或是工作 如果你真的就是 每一盒你所有的 你的另一半的那个标准 一定要达到你的 那个心中的理想情人 你才愿意跟他交往 那真的 你可能就会单身一辈子 那如果是工作也是 如果你 你一定要每合到 你觉得 一定要一百分 就是你一定要达到 他你心中的那个一百分 你才要去做 那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用妄想了说 你第一次就一定要拿到一个 满分的东西 因为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想法 所以呢 就是不太需要保持这种心态 好啦 最后一点呢 就是关于说 得不到一百分没有关系 但至少要怀抱 靠近满分的努力 当一次第一名 前面的论述呢 大部分都是说 当第一次就拿到 很棒的成绩或第一名 其实不一定是好的 可是至于呢 我觉得 你永远要怀抱 有靠近满分的努力 这件事情是相对重要的 然后至于 当一次第一名 也不是说 你一定要去拿到那个分数 或是你一定要拿到 那个最棒的头衔 而是 你在自己的内心之中 你给自己设定一个 你要完成的目标 比方说 以学生来讲 你可能学科有八科 可是你不一定 每一科都一定 真的要 拿到那个最高的分数 或是你最后的排名 一定要第一名 而是 你要从中 找到你自己 最喜欢的科目 比方说 你最喜欢某一个英文好了 那你应该 你对这科目是有兴趣 那你也喜欢 你也希望 可能之后在这边 领域上面耕耘 那你就得要靠近 满分的努力 或是至少 你要逼自己说 那我猜这个东西 是我有兴趣 而且是对我有帮助的 我会期待 在这个地方 拿到第一名 其他 就是看你自己 就不用把自己 逼这么近 所以我说 所谓的靠近满分的努力 是你在工作里面 或是你在 某一个感情里面 你应该是找到 你觉得 哪个是你最重视的 而那个 你应该是 你重视的东西 你应该是要拿到满分 或是拿到 相对比较好的分数 那那个是 才是你真正 应该要努力的东西 而所谓的 靠近满分的努力是 你有尝试 因为很多人 是连尝试 都不想尝试 很多人可能 他第一次 没有考到第一名 他可能 就放弃 他觉得反正 这个可能不适合我 这个东西我不喜欢 所以他不想要继续努力 有多少人是 就是财华 这件事情都是靠着 慢慢一点一滴 累积起来的 所谓的 地财 什么是地财呢 就有别于天才 天才就是你可能 本来就很有天赋 你在某个领域 本来就很有天分 所以你做那件事情 如鱼得水 所谓地财 就是说 你可能对这东西 你有兴趣 可是你知道 你自己的天赋 可能没有那么好 可是你可以 借由 毅力 跟坚持 花比较一万个小时 去练好一个才艺 那你也 总就可以变成 跟天才一样 有对等的 哪个位置 那就是看 你要不要的问题 所以呢 所谓的靠近 满分的努力 是你应该是 寻找到 真正对你有益处 跟你觉得 你生命中 重要的事情 你才有需要 去争那个一百分 而 为什么说 要当一次第一名呢 我觉得那是 所谓的成就感问题 你如果有 在某个领域 比方说 你可能以前的学科里面 你在地理好了 你考了一次 非常高分 你那种东西 就会 植入你的潜意识里面 告诉你说 哦 原来我喜欢地理 原来我在这个地方是 相对于 别人来说 可能有一点点的 比较有天赋 这样子 它就会促使你 之后往后 你可能在这方面 你就会 比较愿意读 或是你就会 比较有自信 而那个自信 就是我所谓的 至少当过一次第一名 这件事情的目的 跟起心动念的原因 因为当你如果 在一个领域 你想要 长期的耕耘 所谓的成就感 跟那个 让你动力的这件事情 它是需要你自己 去探索的 当你考过一次第一名 在某个领域 当你得到 那个很棒的成绩 或是 某个小成功的时候 你就可以有 那个续航力 能够 比较能够 长远的 继续走下去 今天聊的这话题 比较悬一点 就是用一个 一百分 做一个概念 所谓的一百分呢 就是我觉得 它是一种目标 它是一个 你在某个领域的 一个分数 那个分数 不一定是实际的分数 它有可能就是 你达到了某一个位阶 或是达到了某一个 完成的某一个标的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 不用想要说 你一定一次出手 你就一定要拿到 最高的分数 或是达到 那个最完美的境界 很多时候 我觉得你放过自己 或者是你 适时的去 转念 如果你第一次 没有拿到一百分 第一次没有达到 你所想要的工作 你想要的爱情 那我觉得 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 你有努力的空间 你现在 maybe就是 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而有进步空间 这件事情 是让你有 更有目标 更有drive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我说 不要当第一次 就考一百分的人 其实那是一种幸运 而这种心态 也是可以让你 从完美主义里面 去解脱出来 结语就是说 如果你正 前往完美的 这个境界 靠近的时候 那绝对是一件好事 就不用急着说 你一定要去 考一百分 或是你一定要 去拿到那个 很棒的 你要的那个目的地 跟那个奖牌 或奖杯 因为你在离开时候 你有没有去达到 你所谓 你心里的那个一百分 那一百分 不一定是别人给你 而是你自己心里的 比方我 我觉得我进入 每一个职场 我都会有这种心态 就是说 我进去的时候 可能有所谓的不足 或是我可能有很多 需要学习的地方 可是当我离开 这个领域的时候 我一定要达到一个 我觉得 它是可以让我觉得 很proud 就是很有成就感 或是我可以拿来说 我真的在这个领域 我有耕耘到 一个标的 或是一个位阶 那我觉得我 问心无困地离开 或是你在学业里面 也是一样 如果你念了一个科系 那个东西 你可能不是每一个 每一个小科系 每一个科目 你都喜欢 可是在某个领域 是你专精 你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就要督促自己 在那个东西 要耕耘 然后在你最后毕业的时候 你应该在对的那个位置 可以拿到一个 不错的头型 或是经验 因为那个就是 所谓的成就感 而那个 才能够做得长久 所以呢 你要找到的第一名 给100分 是来自你心里 你自己最重视的 哪个东西 才有必要 那第一次考不到100分 So what 就是只要努力就好了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 呢 感谢观看